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布在四个方位 那祭祀这些都是皇帝每年都例行的公式 自从用瓷器替代铜祭祭祀以后 它这个四个天地日月坛 都要有四种瓷器作为一个代表 天地日月四个坛 分别用什么呢 蓝幼 黄幼 红幼和白幼 这样的话 大家就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单瓷瓷器 为什么红幼叫祭红幼 蓝幼叫祭蓝幼 这些都是当时的时候 作为祭祀用的一种瓷用品 我现在台上放着就是红幼瓷器 那要知道 中国这个红幼瓷器 有两种 一种是高温的右下铜红幼 就是它以铜为着色剂的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低温右上的红幼 以铁为着色剂的 一般来说 繁红 还有什么三幅红 这些都是幼上的 还有一个到清代 从国外进口的胭脂红 那胭脂红就更可贵了 所以这个红幼 在中国的传统瓷器当中 分两种 高温右下和低温右上 今天我给大家要讲一讲什么 高温右下的 以铜为着色剂的红幼瓷器 一般来说 红幼瓷器一直是皇帝 心目中非常追捧的一种颜色 大家也知道明代开国 它是崇尚红色的 所以你追溯到前面 以向西相和元代 都是上白 所以他们的白词比较多一点 但是到了明代红五开始 它就是上红 包括到清代的康熙 以至乃至历朝历代 都追求一个完美的 能烧出来的中国红 但是因为这个着色剂的不同 包括摇温的不同 始终没有烧造出 非常鲜红 非常均匀的 所谓的中国红 但是我们这个白词 倒反而是有中国白 中国白是什么 德化瑶 因为白幼瓷器 一般来说 你很难发现这种色差 但是除了白之外 你像红幼 蓝幼 黄幼 等等 一般来说 珍品的东西 你看 不会烧得很均匀的 总是有些地方 颜色会深一点 有些地方 颜色会淡一点 或者来说 生和淡相交 所以中国这个单色油 自己除了白之外 其他颜色油 基本上不能够烧到 非常的均匀的 这样的话 大家都可以从我这个话当中 理解 一旦你看到现在 一件东西 除了白之外 比如说红幼瓷器 蓝幼瓷器 或者黄幼瓷器 烧得非常的匀俊的颜色 而且里外都一致的话 那你要当心了 古代的红幼瓷器 不可能烧得很均匀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里面这个盘 里外是红幼 后面是白幼 有大清乾隆年字 这个是一片瓷片 后面刻着 大明宣德年字 它也是高温幼下的 为卓设计的红幼 那我今天要讲 它们两者之间 有什么相同点 但是又有什么不同点呢 明代的红幼 跟清代的红幼 它的相同之处 和不同之处 还是有着非常显著的特点 相同的地方呢 因为这个都是以铜为着色记的 高温幼下铜红幼 但是不同的地方 有很多 首先 一个是明代 一个是清代 肯定 如果是在造型上 大致是相同的 可是其实它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同样是一个盘的话 如果是宣德的话 大家首先要知道 我们不管什么瓷器 在成画以前 像这个盘子 这个底下有一个台阶 底下有一个台阶 手摸的话 可以清楚地摸到 这个台阶是很显现的 但是成画以后 这个台阶就消失了 就所谓的什么 我们以前讲的月亮门 如果是这件盘子是宣德的话 这个底下一定会有月亮门 这是它的不同点 另外一个不同点 从颜色上 马上就能分辨出来 明代永轩时期的 这个季红幼 颜色非常的鲜艳 鲜艳到什么程度呢 它甚至于红中 有点发黑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纸片 颜色非常非常的鲜艳 但是它在这个红色的当中 夹杂着很多黑色的 像个点 或者像一丝一丝的那种 没有烧出来的那种感觉 但到了清代 它这个颜色 比明代相对来说要均匀 首先要均匀 第二 它不然的话 就是整体的这个颜色 差不多就是红 有的地方另外浅一点 但不会发黑 但是也有那种 因为摇温的影响 烧灶了以后 有些地方局部 会呈一种黑斑状 但是是一块大的连片 呈黑色 或者是呈中黑色 那种感觉 另外一点 大家要知道 不管是红柚盘也好 蓝柚盘也好 这口颜都有一个白边 明代的这个季红柚 这个白边 我们叫它灯草口 但是它这个白边 不是很整齐的 有宽窄不一之风 就是什么 它其实是口颜 挂不住柚以后 它这个柚往下垂 所以这个红柚 跟这个底下的那种底柚 有点相盛的感觉 也就是说 你当看到明代的 这个红柚盘的时候 这个灯草边 不会整齐的 但是到了清代 雍正乾隆 这个时候 它这个灯草边 会非常整齐 非常整齐 而且那个柚白 也非常的洁白 这是它的 另外一个不同点 还有一个不同点 就是什么 就是说 永宣时期 特别是宣德 一般来说 它这个红柚漆 它这个橘皮纹 会比较粗 会比较明显 但是到了清代 雍正乾隆 这个橘皮纹 就比较细 比较密 这个也是它的不同点 还有就是什么 它这个修竹 一般来说 明代的这种 红柚漆的修竹 竹墙直立 而且竹墙比较厚一点 但是到了雍正乾隆 这个竹墙 它就是什么 像个泥丘贝 混圆的 而当时宣德的时候 它是拼切的 如果是盘子的话 它竹墙会比较厚 但是到了雍前 它比较薄一点 比较高一点 就是竹墙比较薄一点 比较高一点 当然 你这个整个的 这个红柚颜色 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都是红柚 明代的红柚 给人感觉就是什么 非常那种 奔放的感觉 鲜烈奔放 而且红中偏黑 但是到了清代 颜色会比较均匀一点 看上去 好像感觉比较细腻一点 这个是他们两者之间 很大的不同点 我们现在大家都 就是能够知道 你像同样是一个盘子 如果是宣德时期的 它会有月亮纹 它的红柚颜色 颜色会比较深 比较鲜艳 然后它的橘皮纹 会比较粗 比较大一点 另外一个灯槽口 这个白边宽窄不一 有这个红柚跟白柚相盛的感觉 这些都是清代 跟它不同的支出 我们通过对这些东西的分辨 你就能够判断出 这件是明代的红柚 还是清代的红柚 感谢收看本期的宏观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